喝咖啡早已是现代人的日常 在冬天热腾腾的咖啡钻在手中 首先就能感受到的是那温暖的触感 立刻能感到舒适和放松 而在夏天喝上一杯清凉的冰咖啡 轻轻一挫瞬间鼠疫全消啊 咖啡的香气仿佛在瞬间扑鼻而来 那是一种浓郁且复杂的香味 有些咖啡融合了焦糖、坚果、巧克力等多种气息 绝对让你陶醉在其中 入口时咖啡的温度在舌尖散开 各家咖啡因此都能提供不同的味蕾饶宴 每一口都充满了丰富的词试感 喝咖啡的过程中不仅仅是味觉的享受 还包含了情感上的共鸣 无论是在忙碌的工作日中获得短暂的休憩 还是与三五好友共度惬意的时光 咖啡都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 一杯咖啡既是一天能量的来源 也是一种心灵的慰藉啊 今天来到的是位于南投的河松咖啡 听说除了是一家自家烘焙馆 更是结合画廊的咖啡店 就让我们来品尝咖啡去吧 Let's go 我们这一档是七画展 那我们这边我们店的话就是跟艺术家有个做 基本上就是两个月会有个展览 那这次排的是七画 那七画这次是一个粤语的画家 然后他七画的话主要就是他用七画在七板 那上面真的是木头 那七板主要有两个颜色 一个是黑色一个是红色 那他选择的段落都是黑色 那七画比较困难的点就是他只有五种基本颜色 所以他所有的颜色都要自己去调整 那他画会画的时间要比较长 因为他画一个地方都要等他拿回干以后 他旁边才能在做画 那所以七画就是一个工很细 然后画的时间很长 那这次的七画主要是用腰部器 那七主要分两种 一个是生七 一个是腰部器 那他其实是有两派 那生七的话比较是传统派 他是用七属的七液的生七的液体去装作 那生七的话会有几个困难点 就是他很容易过敏 再来就是他干的时间会更长 所以他会画的时间就会比较更加长 那所以后来他们就研发一种叫做腰果器 腰果器就是用一个凹骨和果实去萃取的 那腰果器在装作的话 它的干的速度会稍微比较快一点 那基本上是用脏脑油当容器 然后去装作 然后洗笔的话就用汽油 所以它味道会稍微比较重一点 好 谢谢老板 有客人常常问我说 我们这边为什么会展画 其实我们开店开十二年的 然后最早的时候是 因为我们有一个客人 本身是职业画家 然后他来我们店的时候他就说 欸 你可不可以让我展画 那时候其实还蛮好玩的 我就觉得说 为什么要展画就是 我觉得还蛮特别的 是因为他是职业画家 他是靠画一画为生 那我们那时候店才开两年而已 所以其实我觉得 我其实那时候帮不了他 所以我就没有当医卫师 结果那老师就跟我讲说 没有 事实上我想要帮你 结果他就把他画来我们怎么展 结果因为他是职业画家 所以他画真的就卖了好景 然后吸引了很多人 然后从此我们就是跟艺术家合作 就是比如说我们两个月就换一档 他们就会有不同的素材来 他帮我们带客人 然后我们就会帮他们做介绍 帮卖 那我们早期都是以艺术 欸 职业画家为主 所以我们找过画 有油画 水产 薄画 书法 色眼 漆画也有 所以还蛮多元的 但是我们最近比较多的是跟 业余画家跟 还有我们附近的小朋友合作 因为我们附近刚好有两个学校 有美术班 所以我们就给小朋友的机会 所以让小朋友来展览这样子 然后就一直延续 然后像我们的党期 基本上已经排到明年的三月了 哇 非常热销啊 那 要合作的话 下面这边呢 早期我们这边有 曾经跟我们文化局的局长 他叫林隆生 跟他合作 他就是写书画家 他非常有名 然后他在我们 在我们就店的时候展览的时候 我帮他卖了十五分之 然后我就请帮他帮我写 我们的店 就是用收咖啡 这样子 然后这一服就是他帮我写的 然后我跟他说我喜欢他洗漱 他用洗漱的方式帮我写出来 然后那一服就是他送的 对 那另外还有两服 是我跟他收藏的 对 所以你很喜欢拍照 或者你做影片 我是拍给别人 然后把别人剪 你让老板来介绍好了 来来来 好香喔 哎哟 老板看来到了 真的啦 这个非常容易的果香 再一点 有点野莓的味道 野莓的味道 喝起来吃什么老板 有那种酸酸的那种水果的香味 就像那种水果泡的咖啡 嗯 看起来是不是还蛮舒服 嗯 好喝 水果 喝起来觉得感觉不错 闻起来就是有一股淡淡的香味的感觉 对 然后在忙碌的生活中 陪着老板 难得的暑假来一趟艺术之宝 好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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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喝 好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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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